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侣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我们不一样 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来生和你相遇 我们不一样 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我们上新课了 也就是今天的第三课了 就是大跌之后的跟装战术 首先我们云讲堂 是网上继续特征班 所有的课程均来自于老师的四大名著 所讲的课程不许录评 如果您录评 我们发现会取消其学员资格 本课店只做教学之用 不做商务用途 不得对外传播 侵权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谢谢大家理解 支持和配合 首先一看什么叫做大跌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 所有的大跌一定是长阴短柱 那么这要分有底和无底 那么无底基因的跟装料理 首先我们大家看 他把左边 大家看这个底是不是跌穿了 大家看这一段 它的底是不是都破了 底破了 它就没有底了 这就叫无底的长阴短柱 无底了 无底怎么办 就应该做跟有底的 好 你们看 这个长阴短柱 就是长阴越大越好 基因越高越好 这个次阳越高越好 你看这个次阳过了二阴位没有 这个次阳不过阴半 那就是鬼门关 那么它就必然向下跌 你们看它跌下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没有亮的 第一没有亮 并且是低亮群 对不对 好 接着我们就要注意了 次阳过阴半 它是一个架涨量平 对吧 首先是平亮度 好 接着你们看 次阳过阴半 过了阴半的确认 是第二天能够跳空 站稳最近的大阴司令 你们看到这里之后 这个次阳一二三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王牌柱 对吧 它就形成了王牌 那么王牌构建成功之后 合力 一个炸弹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三个跳空 四个跳空 那么也就是说 跳空柱的后面 要紧跟在一个什么 紧跟在一个合力王牌 对吧 那么这个合力王牌 后面要形成一条金阶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意思是次阳关注成的王牌 次阳关注成王牌之后 要形成一条金阶 好 那么大家再看 这里都是平亮柱 这里又来一个黄金线上的次阳 那么这个次阳一旦成为了黄金柱 大家看 它的金阶是否抬高 它的金阶就抬高了 那么它的金阶就构建了足迹向上 对 那么也站稳了大英的二一位 零号跳空 回踩不破 就是一个倍量单枪 对吧 那么过掉大英十顶之后 你看 这里是站稳二一 对不对 那么过 回踩大英十顶不破 十顶不破 那接着的 阳盖英 所以它的后面就又来了一个板 那大家看 交过大家的战术 这里是不是应该先出来 应该先出 大家看它的高量是否转移了 高量就已经转移 所以就应该注意 后市不能够突破此 这个大英 这个高量度 它就没有了行情 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跟装的战术 就是在找到当今的什么 采用赤阳战术跟装 找准主要矛盾 找到爆发的节点 我们的跟装 大家看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的底部构建 一定要完成三个王牌 你看一个王牌柱 是的 一个王牌 两个王牌 三个王牌 是不是构建了三级进阶 也就是三个王牌 三级进阶 好 这个应该好懂 好吧 这个应该好懂 好 这是五侧有没有底 刚才那个长英 左侧没有底 而这个长英短柱 左侧有底 对吧 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 左侧有底 跟随大盘顺势打结 利用赤阳战术进行跟装 以最近的大英二一卫 作为向上失衡的节点 根据赤阳的高度 进行我们的伏击 或以赤阳为基柱 构建王牌 逐绩上公 好 你们看 这里是长英短柱 左侧有底打结 你们看 这个赤阳 是不是质量不好 是不是质量不好 因为他后面 没有站稳 二一卫 所以 那么没有站稳 二一卫 他就会下来回踩这个王牌 进行什么 他只是一个刹车柱 对吧 那么他下来就要换挡 这里就要换挡成功 好 这里就要记住 高量柱之后 紧跟着一组缩量柱 紧跟着一组缩量柱 缩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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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二一 缩出了远率 你们看 是不是缩出了远率 那么他刹车就成了远率刹车 接着换挡 你们看 这里换挡的来了 小贝阳 这个准贝阳 有没有过二一位 一货二一 然后后面的小贝阳回踩不破 好 接着你们看 他的后面 又是一个跳空 这个跳空柱后面 在四处形成了合力将军 那么他就是远率了 以远率丙划线 大家看 单枪探顶 长阴短柱 清洗复仇 请问有没有底 有没有底 这就叫长阴短柱 左侧有底 急阴赤阳 折服健昌 赤阳的高度 决定了反弹的力度 赤阳过二一 属于一个军装 对吧 说量赤阳过阴半 折击来参战 是吧 那么下面你们看 一 这是一 对吧 这是二 是什么 军阶足迹向上 军阶足迹向上 那么赤阳的高度 决定了反弹的力度 他在这里为什么不长平 大家看 因为他没过二一 这里的你看 这个长阴短柱过了二一位 对吧 零号对这个赤阳 给了很高的评价 你看这个零号 是不是给这个赤阳 给了很高的评价 零号跳空 他就板了 好 大家看 这里的是不是实体这样小了 注意了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板放高亮 那就叫 高亮转移 高亮度 常态看跌 变态看涨 这天应该 除干净 那么我们跟档的节点 能不能 明白了 真正跟档的节点 在这里是爆发的节点 这是刹车 这是换挡 也就是 金街足迹向上 找到这个节点就OK了 好 这是游底 那这看 记住 所有的 在这个地方 你们注意 这是一根什么柱 这是一根高亮柱 也就是这个地方 由庄家在建仓 以高亮柱建仓 后面形成 驾涨量缩的形态 大家看 从此以后 都是驾涨量缩 那么 以它来测服 大家看一看 它会不会翻倍 它就要翻倍了 好 你们看 好 逐级向上 打打打 好 我们不管这个 好 关键的是 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长阴 大家看 是不是高亮的阴 高亮阴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左侧有底 有底的极阴 是一个增量阴 那么后市确认 注意 你看 它第二天 是不是一个 缩量次阳过阴半 是不是一个 缩量次阳过了阴半 那么它一过阴半 回踩争体不破 对吧 王牌剑等三天 你们看 它是不是 缩出了一个黄金柱 三说一动 缩出黄金 你看 它在后面 是不是形成了 价长量缩 是不是形成价长量缩 所以 以它的节点 就是二一位 看到没有 过二一 不破二一 再过二一 回踩二一不破 你看 它是不是以它的二一位 做平衡位 是不是 那么我们在这里 一站二一 这里回踩不破 我们就应该上 并选形成是 价长量缩的形态 对吧 你看 第二天大幅跳功 涨停板 所以你们看 从这里到这里 其实都是 阻力在建仓的行为 其实都是在建仓 大家以后 见到这样的极音 怕不怕 这是有底的 有底的极音 那么有底极音 真要应 阳胜确认 可跟进 阳胜确认 可跟进 这个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凹底的时候 也一样理 好吧 就比如我今天收平 讲了一支票 那个石油 对吧 也是一样理 它是有底 好 这是有底 真量因的根状要理 黄金节 黄金昌的建仓要理 上升打劫 黄金昌 三个到位 才建仓 三个到位 说量到位 回踩到位 王牌到位 好 注意 就是这个票 你们看 它在下方 是不是形成顶顶呼唤 有吧 金阶足不太高了 对吧 好来了 你们看 这个长阴短柱 有没有底 这个长阴短柱 左侧有底 急阴四阳 折腹建仓 好 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 没话一第二天来 这个数量 跳空 过阴半 王牌键等三天 你们看 它是不是成为了元帅柱 那么它就成为了元帅柱 OK 只要它成为了元帅柱 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 它只要后面有个合力柱 是不是就OK了 它就是元帅 先子优先 合力 那么上 注意了 上 踢量柱 是踢量柱吧 单枪 踢量柱 常态看跌 变态看长 你们看 多数走势向下 它在说什么 大家看 踢量柱的后面 紧跟着一组 说量柱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的三个到位 说量有没有到位 说量有没有到位 王牌有没有到位 说量到位 王牌到位 好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 回踩到位 最后呢 是什么到位呢 你看 低量柱来了 是不是 阳圣进 是不是阳圣 四阳盖全阴 金庄 那是个强庄 那么你们看 一二三 阴元帅 是不是 一阴元帅 好 黄金柱 一二三 黄金柱 再看这里 注意了 这个位置 是我们目前的最高量柱 对吧 是我们的最高量柱 你们看 它是不是使用了一个 康桥 是不是在回踩不破 大一式兵的康桥 说量过高量 一过大幅跳功 涨停板 一涨停你看 这些一开板 不封 我们就可以先出了 再说 为什么 它在这里是不是放了高量了 那么按照战区理论 它高量转移 它要转移 后市不能把它突破 很难再来一波 明白吧 那我们跟踪的节点 也就是在此处 说量到位 回踩到位 王牌到位 三个到位 踩卷舱 上升打决黄金舱 三个到位 踩卷舱 这个口诀好不好记 口诀好不好记 这三个到位 就可以了 好 这是黄金舱的建仓要理 再来看一下 强势骨超跌跟踪的要理 强势骨 好 那么注意 什么叫强势骨呢 就是它的左边呢 有很多涨停板 那么它在回调下来 大家记住 我们和大家讲过 你们看 这个地方 是个高量柱对吧 是不是高量 虽然在这里有涨停板 注意了 虽然在这里有涨停板 有没有真正的突破棋主峰 没有 接着下来 注意了啊 它来了一个放量音 这个地方 驾驻圣阳 亮驻圣阳 它就是一个九阴真经 建顶信号 那么既然建顶就应该 跑 跑完了 大家再来关注 比如 它在这里就进行了什么呢 筹码消化的搬移 搬到此处 大家看 这个地方 距离左侧 涨停板基因 是不是很近了 这是涨停板基因呢 势在运行 这叫涨停板基因 好 来了以后 你们看 这个地方 是否开始 来了 你们注意啊 这里面亮 注意啊 好 来了之后啊 它是不是有一个摆滴啊 有没有一个摆滴啊 好 摆滴 第一个摆滴 又怎么说的 第一个小不洋 不靠谱 第一个刹车度 不靠谱 第一个摆滴 同样不靠谱 最后一跌 增量 增量之后 我们再来看 是不是又是一个 成余诺言 也就是摆滴为王 那么这个摆滴之后 再也不破 这条线 这就叫精准谷底线 加上我们的真底 明白了没有 精准谷底线 加上真底战法 那么 你们看 这里是说声 说声 加什么 低量柱 平量柱 加倍量柱 OK了 你看 这个地方 零号 倍量 涨停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 两个 强势股的超跌反弹 结合板块的异度 没有王牌 看跳空 跳空的幅度 必须在二一位之上 最好直接跳空在十顶的上方 属于越级零号 能不能记得住 至少 零号跳空的二一位之上 最强的是直接跳在阴柱的十顶之上 能懂了吧 这就叫 无王牌 看跳空 好 这个板 你们看 这个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高段音 手跌没有缩量 手跌没有缩量 后市反弹难上 也就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都走啊 是不是应该先走 走完了 再来看 为什么呢 再加上一句 大家看 和他的交货 这里的量柱 有没有把左方的筹码打出来 这里的两根量柱 有没有把左方的量打出来 也就是左边的筹码 没有打出来 哎呀 同学就问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 既然说有卖 价在量先 是不是 卖在买先 装在闪先 那你们看 既然 有卖才有买 那 是不是有量啊 证明这里的人 卖的多不多 证明这里的人卖的多多 这里的人卖的不多是 没人卖是 卖的多 他们就是这样的高量柱了吗 哎 这个时候 就没人卖 那没人卖怎么办呢 主力就会怎么样 主力就会往下打 明白了没有 以后记住啊 不要在这里使用什么 康桥呀 他们第一 没过左风 第二呢 这个量 没有放大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哎 明白了吧 所以他还要继续往下打 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 哎 所以这个手跌说量是不好的啊 所以 那么 没有玩法看掉空 左侧下跌 无临界点 或左侧压力经过消化搬移的最佳 他在这里只搬了一段 哎 这个时间呢 叫短 时间短了一点 然后上工的这个地方呢量能说的不够健康 是吧 我们说他比如在这里说三一好不好 说三一或说二一就好 你看这个这个很明显是阴盖阳 对吧 哎 他就是不对不对 好 那么跟庄呢 就是没有王牌看掉空啊 结合板块的异度 明白吧 哎 结合板块的异度 比如说 新准线车来了 哎 一化 哦 金准线加领后 还是越级领后 大家看 他是不是要上 哎 他就今天要上 啊 不要单一的一个战法 一定要综合啊 所以 一定要结合板块的异度 再结合 跳空洋 快跟上 好 再来看 大跌大鹰 大跌之后有大鹰 他的跟庄要领 比如我们这个大航带大跌 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战术 那么我们就来了 长一短住大跌之后再跟庄 结合鹰线战法 找准主要矛盾 以大鹰二一位和大鹰的使领 作为伏击的节点 大鹰顶底攻防区间 形成王牌境界 足迹抬高 才是最好的 比如 我们的主要矛盾 大家看 是不是他 长鹰短住 左侧有底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大鹰呢 很大 攻不过二一 自然就要下来 对吧 那么下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王牌 对啊 是不是王牌 这里就是王牌 好 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 数量到位 王牌到位 精准到位 到了没有 到了没有 好 刚才说三个到位 是不是 好 到位了 到位了不行 我们按照阴线战法的核心 是不是要站稳二一 打死顶 对吧 站稳二一 就打死顶 OK 还要王牌抬高 你看 刹车 换党 在这个地方呢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干什么呢 上攻大鹰 死顶欲阻 回踩下方 是不是有一条金睛呀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条金睛啊 那他怎么看 他的换党成功了没有吧 换党就成功了 当这一天 来了一个低量度 零号追 是一个零号的倍量单枪 站稳来左侧的大鹰石顶 这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他因为把二一站稳了之后 就要突破其死顶 上行找阴住的死顶 一旦站稳 是不是要上 一旦站稳了大鹰石顶 他就要上 那么一个零号 第二天 单枪加零号 是不是想都不用想 因为他是使用阴线吸筹 出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冲呢 出一个板 好 到这里就一样的道理 不板你先出 不板你先出 因为现在是注册制 一个板是20% 两个板是40% 对吧 你看他在这里是高量转移 是不是要把对方左侧的筹码 又要向下打 对吧 他将左向上方的筹码 他要往下打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先出 一定要先出 好不好 所以有了两个板的空间 就差不多了 后面等候确认再来 好吧 好 我在这里讲的这个 这是个刹车王牌 这是换党 换党的 所以站稳二一 打司令 站稳司令 向上攻 站稳 就要往上攻了 奥底接力 双羊跟庄要领 也就是 什么叫凹底的 凹底 那就是必须有一个 卧底的王牌柱 是不是 你看这里连一下来 我在这里是不是 一二三有一个卧底黄金柱 黄金柱卧底 那么它的十顶不穿 就会形成一条线 叫金准黄金线 是不是 对不对 好 你看 来了 一直没穿过 接着点 你看 说加倍 单枪 好 这个单枪之后 你们看 这个地方有没有有效站稳 有没有有效站稳 没有 好 那我们就要采用什么 单枪战法之后 的 缩量回踩 几个到位 缩量到位 回踩到位 王牌到位 是不是 好 三个到位 到了吧 缩量到位了 是不是 王牌到位了 还有什么到位 精准到位了 是不是 好 那么这里同时是一条精准线 盯住精准线 涨停在眼前 刹车加换挡 追 刹车加换挡 涨停不伤的 那么你们看 缩量到位之后 零号备量单枪 扬个阴 并且占我的这份大阴的使领 请问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扬胜进 要不要扬胜进 这个地方扬胜进 一扬胜进 占我的阴度的使领 零号腾空 对吧 零号腾空 价涨量争 接着零号腾空 涨停板 好 零号腾空涨停板之后 你们看 在这个地方 说单阴不是因 第二天有个零号 胆强 你们看从这里 一二三 四五 是不是提亮度了 是不是提亮度 提亮度常态看跌 多数走势向下 它是牟宫与牟陶的温度计 应该先出后观察 明白了吧 所以一定要量价合一 立体看盘 不要只看价柱 不看量柱 那是不对的 一定要看到量柱 就要想到价柱 看到的价柱 就要想到我们的量柱 好 我们再和大家 温习一遍 这 王牌 精准线 对吧 刹车柱 那么我们就要换档 那么你注意 这个地方采取我们刚才讲的 三说到位 三个到位 说量到位 回踩到位 王牌到位 好 然后呢 杨姓静 就叫 第一柱精准线 涨停在眼前 刹车加换档 涨停不商量 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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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看 阿底曹金三部曲 刚才和他讲的 也是讲的这个 阿底曹金三部曲 首先要盯住王牌 首先要盯住王牌 123有没有王牌 第一盯住王牌住 第二盯住攻防线 这是不是攻防线 合力的黄金的攻防线 是不是 好盯住了攻防线 第三点盖阴就介入 盖阴就介入 你们看他这里是不是使用的3S 是不是3S 三收易动 玄谷法 黄金线上阳盖阴 逢低介入七成金 好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注意了 他是不是只有一级金阶 也就是说 注意了一级金阶 那他奥底淘金后面 为什么涨不上去 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是下跌波段的二一位 是不是他的二一位 波段下跌的二一位 那么就要记住他的后面 不会很高 好 那么就要记住 黄金线在阳盖阴 逢低介入七成金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是选好王牌柱 二 画好黄金线 三 确定阳盖阴的时机 一定要在此处介入 一定要在这里介入 你相信这个标准 九颗了 这是奥底淘金三部曲 所以一定需要 一二三 三部曲才行 那么奥底淘金 如果构建不强 反弹当作1.5个板来对待 我再说一遍 1.5个板 就是 注意了 也就是视围 你看他二一在这里 现在他大赢了二一位 这是本波段的二一位 所以他只到这里 为什么呢 这里都没消化过 是不是他只消化到了二一位 所以他再下来再打 还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如果要做军阶 大家说这只股票 这里能不能穿 这里能不能穿啊 二级金街 这就是二级金街 这个地方就不能穿了 这个地方一穿 那就不好玩了 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基柱 所以这是二级金街一条线 千万是不能穿的 穿了就没有必要再参战 好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理论 但是呢 大家要实际地把握住 我们所教的这个标准 所教的这个标准 一定要注意 三部曲 一二三 要牢记 那么 凹底淘金的三个要素 第一 股价处于阶段性的凹底部位 需要长一短注 百日低量群 第二 有凹底精准谷底线或平量柱 连续平量或水平谷底线 第三 凹底附近常有卧底王牌柱 最好形成底部是黄金柱 好 你们看 凹底淘金要走牛 牛股量行要符合 板块东风不可少 异度增测 异度增测 要盯牢 好 比如你们看 这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 卧底 黄金柱 有没有 这里 有没有 元帅柱 不管它在后面怎么涨 它使用的是 长阴短柱 左侧 有底 对吧 你看 它说量假率是 价跌量说 那么问 但是这里来了以后 它回踩了 是他平衡 就是他人的力量 要达到自己的平衡 达到自己的平衡 第一 次阳的高度 有没有过21 次阳的高度 有没有过21 那它自平衡是不是不够 自平衡还不够 好 那么 既然21不行 那么就要做出 王牌柱 明白了没有 这里只要123 它是个黄金柱了 是个黄金柱了 它就形成了黄金柱 好 回踩了黄金柱 大家看 奥底平量柱 是不是常有 奥底平量柱 是不是常有登山湖 对吧 而且它在这里 是不是形成了一条 精准的黄金线 比如说三个要素 是不是都有了 三个要素都有了 第一是常用短柱 对吧 百日低量群 谷底精准线 黄金线 连续平量 对吧 然后它形成了一个 藏着一个 在这里藏着一个什么 藏着一个王牌柱 虽然最好是黄金或元帅 最好是黄金或元帅 一个价板量缩 一个价板量缩 价板量缩 没人卖 所以注意第二天就要跑 第二天跑了 你看它是不是 来那个高开低走的放量音 缩量涨停创新刀 放量回落 必须逃 这个口诀也好记吧 缩量涨停创新刀 放量回落 必须逃 这里从奥底 我从奥底和你讲到了 天上 是不是 那我们的明节点 大家记住了没有 三个要素 王牌卧底 是不是 精准黄金线 奥底平量柱 或低量柱 回踩精准 节足先登 倍量涨停 是不是 倍量一涨停 你看长腿踩得大阴的二一位 再把高量不破 后市闭火 到这里的 价涨量周创新高 放量回落 必须逃 好 这讲了三个要素 那么 再来看一下 奥底高量 跟方的样理 奥底 位置不能高 越大奥底 越大奥底 这样的奥底的高量音 其实真是好东西 明白吗 但是我们不要去瞎抄底 怎么操练 什么时候 过阴陵 我们什么时候干 那他怎么 怎么会过阴陵呢 他是不是要搞出 低量柱出现 或者是形成 一二三 形成什么柱啊 百日低量柱之后 形成 王牌柱 一个票空 两个票空 三个票空 那么你们看 三元年度 接着呢 金阶抬高 是不是 一个 好 这里再来 杨盖音 你们看 这个杨盖音之后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基础柱呀 一二三 回踩的是 他的 倍量柱的虚拟 也是 黄金柱 是不是形成黄金柱 金阶足极一 二 足极抬高 是不是 一抬高 是不是平量柱啊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平量柱 平量柱 那我刚才和他讲过 在攻打 凹底 高亮音 的时候 站稳了大音的使命 是不是我们的临界点 康桥 高亮大桥 康亮过桥 过了没有 说加倍 跳空的 倍量过高亮 一过 架掌量说 倍量单枪 掌 高亮不破 再板 那么 记住 这样一点 第二天 记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属于极阳啊 第一个要防范 他是极阳 极阴啊 他可能生阳 极阳呢 就可能生阴 所以 应该 注意 二 他的最先 是虽然是一个微增量 但是呢 这属于极阳啊 他第二天低开 你就要防范 他回头 能记住吧 好 这个爆发的节点 就注意了 大跌之后的 奥比高亮战术 找到奥比阶段性的高亮度 在站稳高亮石顶处 跟庄伏击 奥比形成 金阶足迹 抬高 其后 才有 爆发力 能不能记住 所以以后这样的音怕不怕 不要怕 什么时候 站稳他的实力 你什么时候干 就叫 采用 康桥战术 采用 缩量 过高亮 OK了 好吧 你看 倍量 过阻峰 往往 有一充 这就是奥比高亮 跟庄的战术 图里 你看 这个票 一样的 我们把这里找过来 大家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个长阴短柱 增量 长阴短柱 增量 有没有底啊 刚才和他讲过 没有底 没有底怎么办 无底的长阴短柱 叫做自平衡的构建 当然 它是主要矛盾 是不是主要矛盾 接着下来 赤量 收量 过二一 接着呢 增量 看顶 对吧 过不上 上不过顶 下不穿顶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 是不是做了一个 合力王牌 后面是不是形成了一条进阶 有没有 有没有形成 在这里之后 你们看 增量因 不破线 本身 就是一种异动 它所以 增量 左侧有比 那么 我们看 什么时候出赤阳 什么时候干 你看 平量 赤阳 盖全因 好不好 赤阳 说量 平量 盖了全因 是不是一个 我们样跟装的战术 马上大家都会用到这个战术 你只要相信这个料理 OK了 也就是黄金线上杨盖音 好 杨盖音之后 我会对他提出一个什么 我会对他进行表扬 来 零号跳空 金约回踩大衣士领 是不是可以增仓了 就增仓 倍量 暂停 暂停两日之后 是不是形成了架涨量缩的形态 形成架涨量缩 跳空不补 一个炸弹 两个炸弹 三个炸弹 OK了 架涨量缩 跳空不补 倍量不穿 柳谷三角 是不是柳谷三角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记住 划线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仔细 一定要细 奥底过高量 有阳有阶 百低价倍量 想都不用想 明白吗 好 到这里呢 又是同理 架涨量缩 之后放了高量 运不应该走 你看 这一天放了百日高量 涨幅达标 你看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我们运不应该走了 开板 你就跑 如果不跑 你看第二天一滴开 你滴开 滴开 第一时间都跑 一滴破高量底 大家说 它是不是高量破 有灾祸 涨幅达标 水量学 山高 好 懂了吧 能不能懂就行 凹口淘金 讲那个凹底 我们得讲凹口 就是下跌最凶横的那个大阴的实底 画出一条水平线 大家注意 但是这里是不是个刹车柱 你看 它在这里干什么呢 一直在这里的消化左侧的压力 是不是 凹口的长阴短柱 注意了 这是个刹车柱 大家看 这个涨停是不是换挡 这个涨停是不是换挡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换挡有没有站稳 凹口平均线 有没有站稳 凹口平均线 就站稳 凹口平均线 往往还有中大阳 你看 左侧有大阴 右侧有大阳 一个单枪 零号是不是形成架涨量缩 这个单枪 是不是来打他的 侦察兵 已经侦察到他了 对吧 一侦察 对不起 你看 在这里 零号跳空 架涨量缩 是不是OK了 并且 他是不是回踩了 凹口平均线 他是不是回踩了凹口平均线 一回踩 涨停板 你看 这个涨停 我们和大家讲过 它是不是最高的量柱 所以零界点是不是很重要 零界点重不重要 这是个刹车 不做刹车 我们做换打 零号跳空越急 在这里就可以上 你看 激进者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上 零号跳空 在阴住的死柄直上 直接上 对吧 对吧 我们掌阵的一副盘 发现他占我的 嗷口平均线 对吧 单枪试探 回踩凹口平均线 站稳凹风 站稳凹口 就是凹口淘尽 凌界点相当重要 那么在这里大家看 他是不是将这里的左方的人 在这个地方就要搬了呀 他是不是要搬了 他就又要搬了 搬了之后使用长阴短柱 开始打劫 为什么呢 他把这里的人搬下来之后 他把这里的人要打出去 是不是要打出去啊 他要使用长阴短柱打劫 到位之后再伏击 这就叫汇全啤酒 是不是 后面别人回踩到这里 是不是打了回报枪呢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凹口平均线 站稳往往有中大洋 那么凌界点注意 一 不坐刹车 坐换党 二 无王牌 看票空 站稳凹口平均线 往往有中大洋 好 大家看 这个票也是一样 凹口淘金 你们看 这个股票 是不是他下跌 最凶狠的那个大鹰 是不是 凹口平均线 以他的私底划线 好 我们划完之后 这里又来一个长阴短柱 同里 刹车 是不是 离过私底 是个刹车柱 下来换挡 缩加倍 是不是缩加倍 缩加倍 零号票空 价长量频率 第二次 在这里大家看 第三个箭头的地方 是否站稳了 凹口平均线 在我们的凹口平均线 在我们的凹口平均线 回踩不破 上空气阴重的实力赢 大家注意 这里都是假跌 是不是假跌的 假跌 缩一伸 这里是不是使用三缩 也叫倍量伸缩 缩量到位了没有 我们刚才和他讲了 缩量到位了没有 缩量到位 回踩到位了没有 回踩到位了没有 回踩到位 是不是 精准到位 因为他回踩了凹口平均线 你看 在这里 是不是回踩了凹口平均线 又是三缩一动 掌停板 就过了左风 是不是 掌停板一过左风 大家看 这个地方 就是板后高音 板后高音 它是不是将左风的人 搬移到了这里 是不是 那什么时候能够突破858 这个股票 什么时候才能涨 你看 他回踩左风之后 来了一个单枪 注意 这个单枪之后 后面能否突破858 才是关键 如果突破过了858 这个股票 是不是要跌 哎 他们突破858 这个股票就要往下跌 为什么 高亮柱 他将筹码搬移到这里来了 如果后市不能够突破 他将向下打压 他将向下打压 所以这个请大家务必把它掌握好 所以你不要在这里看见 啊 吃上涨为强壮 那么我们和大家讲过战区理论 大家记住 这个地方 枪奸不过 永远都是压力位 好吧 枪奸一定要打个858 枪奸一定要突破 才能行 如果枪奸都不能突破 说明他左方 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过不去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枪奸的奥秘 就今天告诉你 一定要站稳枪奸 不站稳枪奸 一定会跌 好 这是拷口淘金的伏击节点 好 不做刹车做换挡 打劫挖坑 拷口手跌 缩量不足 大家看 他缩量足不足 缩量足不足 缩量不足 一般采用不做刹车做换挡的战术应对 刹车王牌第一波 你们看 刹车的王牌的第一波 他是使用了消化阻音 明白吗 消化阻音 不能突破其大英尸领记住 他就是刹车失败 明白吗 以二一位为节点 好吧 你看站稳二一 他尸领没站稳 所以他就讲 这里是他的功 是失败的 而他上面 下面就有王牌 有真底 那么好 这里下来的是不是价跌量说 大家看 是不是价跌量说 价跌量说 真底战法 真底 大英私底平均线 好 那么我们到这里之后呢 说了之后呢 要等候确认 一二三 他是不是真底 是不是真底了 他也是真底 抬高了没有 你看他的真底比他抬高 真底抬高 好 那么他的一二三 请问他是不是远率住了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三个跳空 OK 那么你们看 这个时候啊 平量住对不对 是不是都是平量住 突然之间来了个背量住 大家说是不是对他们的确认了 就对他有确认了 背量住 接着价跌量平 单枪试探 你看 这个单枪是不是第二次 站我的大英大一位 第二次站我的大英大一位 一站稳 零号跳空 背量 掌平 过阻风 对吧 一站稳 大英大使领 他就开始上了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你看他就开始上 那么上了这里的价涨量平 到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啊 很多时候价涨量平不见得是好事 这个地方啊 第二天是不是低开低走的 第二天是不是低开走 说明这里的筹码很大 阻力又开始搬了 你们看是不是开始搬了 但这一天无论你走不走 在收盘的时候一定要走 为什么 他的量已经告诉了我们 是什么 他的量已经告诉了我们 是高量了 从高量转移 康桥顺移 不要在这里说什么悬音善音了 明白吧 把它先出了再说 这样的股票 第二天几乎都是跳不音 明白了吗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所以我们做哪一段 做这一段 做这一段 明白了吗 不做刹车做换党 一旦突破二一位上 做这一段 所以 那么 换党王牌 必定要比前面高 换党是黄金 这里必须是远拽 好不好 换党是将军 这里必须是黄金 能够明白这一是没有 所以不做刹车做换党 换党的级别 要比刹车的级别高 要比刹车的质量好 大家看 他的后面是不是都是洋洋洋 是不是都是洋洋洋 而他的后面是洋洋洋 你看 他的后面是洋洋洋 他的后面是洋洋洋 所以量性走强 换党成功 并决 他是一二三四 四元年度 他是四元年度 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 集累 集要高 好 那么还有大跌之后 还有跌就是挖坑 大跌之后再挖坑 你们看 这里的股票 这个股票 一个是不是 就是二 是不是二 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三 一二三 大跌 三级金阶 他就要打结 一般都会打到一或二 是不是 就要打到一或二 好 我们先不管这个 三级金阶打结 好 注意了 这个地方 是不是开始跌了 跌完之后 他有个上弓 跌完之后再大跌 大家看 他是不是在挖坑上 你看 增量因的出现 是不是在挖坑 下面有他平衡 达到一级金阶 达到了一级黄金阶 打结黄金阶 那么你看 增量因之后 是不是低量住了 缩量一倍的低量住 缩倍 探底回升 第二天 又是一个 增量探底不破线 增量探底不破线 底部精准线 涨停 看到 那么 节点过二一 盖施令 是不是 对 这个涨停板 是不是过二二一和施令 OK了 第二天 零号 好 你们看 这个是不是应该走啊 一门要先走 你们注意啊 这是提量住了 好 高量 那么走完以后 是不是 要确认这样的高量住才行 不确认 还是不对 是不是 那么你们看 它的黄金坑 黄金阶 挖得好不好 所以这就叫黄金阶 挖坑之后 涨幅飙升 这边就记住了 左侧有他平衡最佳 结合当下热联板块最佳 板块的东风 各股的构建 才有流向 才有流向 好不好 所以以大英的施令啊 需以安一位和施令作为伏击的节点 最好是大英施令平衡线是一个激进者 顾二一和施令是稳建者 伏击的节点 好 这是大跌在挖坑的 好 这里切合的点位多不多 多不多 它的点位就比较多了 对吧 切合 这叫下行一键封喉 但是呢 下面的一键封喉 必须下面来到以后啊 有黄金线 你看啊 这里是长延短度大跌 是缩量过阴半 好不好 缩量过阴半好不好 质量相当高 后面的架涨量说 你看 一二三 增量因成了什么 增量因 增底 均 元帅 对吧 精准回彩 你看 这里是精准回彩 缩量到位 是不是 三锁一动 缩出了黄金纸 涨平 是不是涨平了 它就涨平了 好 那你们看 这个地方涨平板之后 它是不是又是三锁 是不是又是三锁啊 它又是三锁 虚底黄金线 说 那么 那么 倍量就一圈了 是不是倍量就一圈了 一圈了 OK 这里再说一倍 但是它假不假 假吧 那么我们就看 一级金级 这个地方叫构建二级金级 是不是 那么这里能够说出了什么柱 三锁一动 说出黄金 是不是更好 说出黄金是最好的 好吧 好 这是一个 一键封喉 以真理战法 连音真量 赤阳说辨 比如你们看 这个票 这个票是不是反弹 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注意 能不能 在这个地方就完蛋了 为什么 高亮音 高亮音呢 就是南路虎 然后 加跌量缩 一路大跌 到了这里之后呢 你们看 是左喇叭 是左喇叭 你看到这里 长腿探底回声 真量音 次 说辈盖音 说了一倍 盖了音 然后形成的是什么 右喇叭 右喇叭是什么呢 是驾掌量说 是不是 是不是驾掌量说呀 你看 是不是驾掌量说 三锁一动 说出了远率 是不是 三锁一动 他就说出了远率 接着呢 你们看这个地方呢 零号跳空 在他的什么位呀 零号跳空 在他的二一位 所以连续的 零号三锁 你看 这里是不是连续的 零号三锁 零号 零号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连音增量 次阳说位 说量次阳 盖全音 是个什么装 是一个强装 所以连音大跌 增量音 次阳说位 要跟紧 要紧跟 这是连音增量 那么后市 在这个地方 可能预阻 为什么 你们看 这个掌平板 是不是放出了 百日高量 是不是 他就要在这个地方 预阻了 因为他在这里 是反弹的 强阻力位 你明白吗 所以用 奥迪淘金 1.5个板 来对待他 好吧 好 奥迪精准 线上异动 你找到一个线 叫底部精准线 你们看 这里是不是底部精准线 是不是底部精准线 卧底矮将军 缩量假跌 奥迪异动 是不是 奥迪精准 线上异动 是不是线上出了以后 线上出零号 想都不用想 涨停 直接介入 第二天在这里 不板你就出 好吧 不板了你就出 你看 他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过大家 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又干什么了 将左边的筹码 又向打过来了 后市不能够站稳 1458 这个票能不能涨 因为他刚好枪间打到走风 是不是 他打到走风 并且筹码开始 翻移 向下开始 所以你不要光看这个 是一个缩量的 一定要等它有所作为 才是你 所以奥迪淘金的奥秘 懂了没有 奥迪淘金的奥秘 后面用1.5个板来对待 好吧 好 这是一定的 所以超跌反弹 关注底部金融线的异动 金融线上出异动 你可以上 第二天 跑得快就行 攻防线的仰盖印 好 今天晚上的课程 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